好 我们看一下几种常见颅脑手术的麻醉处理 首先第一个就是严重的脑外伤 严重的脑外伤 那顾名思义病情特点是什么 重呗 对吧 所以脑损伤可以引起中处性呼衰 引起脑水肿 引起脑内分流增加 引起低阳血症 因为呼吸都受到影响了 肯定可以低阳血症 对吧 可以引起大量的脑水肿 一般合并全身其他脏器的损害 因为你很少撞到脑子 有可能撞到稀里滑达的 对吧 但是我也会诊 有一次会诊我也赶上过一个会诊 那是一个年轻小伙子 二十多岁 他哪儿也身上好了呢 哪儿都没有伤 那就把脑子撞得跟熊猫似 撞得脑子那么大 眼睛也是熊猫眼 对吧 他就是骑着摩托车 追尾了自己正好脑子撞在车上了 现在哪儿没撞 他就没有别的脏器损伤 就是个脑子损伤 但最后也是死了 因为脑子撞得 就脑子里面都撞烂了 你看那个核磁 那个CT就不行了 那昏迷程度 我可以用格拉斯科评分 对吧 格拉斯科评分 一般大于8分的 愈后就不错 其实小于8分 就已经体势他有昏迷了 对吧 但基本小于7分时 就是一个严重的损伤 3到5分 就到3分时 就身昏迷 患者就已经 经常说是就已经接近死亡了 所以3到5分的话 肯定是愈后 肯定不怎么好 肯定不怎么好 就是接近身昏迷 到中到身昏迷 所以他愈后不会好呼吸 循环的生命体上 它是维持不住的 维持不住的 或者面部损伤 引起上回道梗阻 而呕吐 而引起雾吸的综合症 就是因重症嘛 重症一般是有昏迷 昏迷程度 咱用格拉斯科评分 可以合并其他脏气 自身的就是这个脑子 颅内压也高了 然后呼吸也衰竭了 这些影响一些问题导致 因为呼衰竭 可以引起低氧血症 同时可以出现什么 呕吐 因为颅内压增高 头痛呕吐是否有水种嘛 对 它出现频繁的呕吐 这个呕吐的话 可以引起雾吸 引起雾吸 导致一些雾吸综合症 出现肺炎的表现 第二呢 它麻醉是注意事项 对于重度颅脑损伤麻醉 第一个 昏迷者立即吸化插管 纠正它的高碳酸血症 因为它已经出现呼吸衰竭了 因为它本身中枢性的呼衰 足以衰竭了 导致二氧化的猪瘤了 低氧血症了 赶紧就给它插管 有利于改善颅内压 和激发性脑损伤 激发性脑损伤 缺氧加重 可以引起大片的缺血损伤 那这个人就更够呛了 对吧 第二呢 气管的插管 是应避免误息 如果有颈椎骨折了 应该有什么 骨科医师 头部固定 有什么脱合法 颈部骨折都用脱合法 你不用这个仰头太合法了 那要不然 把颈椎光机给折断了 那更麻烦了 对吧 第三呢 就是麻醉期间 应该保持足够的脑贯注 降低颅内压 还有治疗脑水肿 就是在麻醉期间 那么一些 你也不能不管不顾的 那光手术 咱们肯定要用药 包括甘露醇的应用啊 包括一些 其他的一个药物的一个应用 就降低颅内压的一个药物 包括塑尿是吧 应用 但是你还有保证 足够的脑贯注 脑贯注要维持住 它足够的血液循环 对吧 第四呢 术前有昏迷时的 或者是有无息时的 术后呢 应该保留气管插管 保留呼吸机的支持 呼吸机的支持 这就是你的麻醉期 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就是你如果有 已经昏迷了 就气管插管 赶紧辅助呼吸 让它血压 颅内压下降 让它纠正 它的高碳能血症 如果要是插管 是避免误息 误息 而且要保持 它足够的 这麻醉期间 保持足够的脑贯注 但是还要降低颅内压 降低它的一个 就是治疗它的一个脑水肿 脑水肿 昏迷的患者 误息的患者 要保留 就术后你要保留气管的插管 那么看 刚刚是重度颅脑损伤的手术 第二是后颅窝的手术 后颅窝 在这个地方 后颅窝 就是脑干小脑的位置 那我们看它的特点 小脑 脑干和低位 颅神经 都在后颅窝上 所以这个部位 有病病的时候 那整个神经功能的影响比较大 可能出现交叉性痰 可能出现昏迷 可能出现共济失调 对吧 所以这个后颅窝 它视野比较小 所以手术也很困难 一般是坐着 颅内压增高 如果颅压太高 会引起小脑扁的位置下扇 对吧 因为它会就在后颅窝上 没有天目扇的上面 它在后颅上 所以它没有地儿去 所以它只能往下压 那小脑扁的位置 正好在整骨大孔这个地方 所以又要整骨大孔扇 所以往下一压 就把小脑扁的位置卡住了 卡的是什么 卡的是眼随这些脑干 对吧 所以它呼吸一下子 都可以没有了 生命体征一下子 就消失了 但是意识可能还清楚 但很快就不行了 很快就不行了 第三呢 术前可因意识不清 和保护性的反射 一直容易发生物吸 而引起肺部感染 这就是它的特点 因为它本身后颅而病变 所以空间窄 所以引起颅内压增高 它会出现头痛呕吐 呕吐的话 咱们说它本身神智的不轻重 这种反射就比较弱 所以以物吸一下 进到肺里面 出现一些肺炎 肺炎 所以这个颅脑手术的 颅脑的一个病人 很多原因 很多情况下都会一并发肺炎 就是因为它本身 会出现颅脑压增高 引起的呕吐而误吸 误吸 这个是它的特点 后颅脑都是重要的一个 应该说脑子里 都是重要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而且还容易发生脑伤 脑伤 那马腿注意事项 第一个 因为术前进食困难 或者是呕吐 或者用利尿 或者限制输液 而形成低血容量的 你要根据脱水情况 实际上补液 不能让它血压过低 尽管你说低颅脑压好 手术术也好 但是它已经出现低血容量的问题了 所以必须要维持足够的血容量 你让它活着 对吧 第二呢 力求麻醉 诱导插管要平顺 不能说你插得反复去插 使你心血管出现反射 心血管反射 出现它应激以后 颅脑压会增高 颅脑压再高了 本来就空间障碍再高了 就平脑扇了 就会死亡了 在座位或者仰卧位时 容易发生 导管扭曲脱出或者插入过深 应该特别注意 注意这个就是一个麻醉的注意事项 因为你要给 要做一些 就是说你说要做一些插管 做一些导管的一些 一些相关操作 要多注意 多注意 有已经出现脱水的情况 已经出现了一个低血容量的情况 要适当补液 补液 要知道 而且呢 你要插管的时候 不要就反复的插 或者插刺激的比较厉害 导致心血管反应而出现 卢尼压更高 因为它血压升高 卢尼压增高 更高以后会出现脑扇 脑扇 如果也就 这些有导管 就防止它导管插得过深 要注意就是一个 麻醉的注意事项 第三 我们看脑膜瘤 脑膜瘤的切除 首先看一下病情特点 脑膜瘤 因为很 就在脑膜这个位置 因为脑膜有很多血供 所以流体的血供有很多 供血就非常丰富 所以你切以后 这血化化流 树中湿血就比较多 流体如果比较大 还比较深的话 可能跟卢组织 卢内组织 就会粘在一起了 或者是大的血管 就爬在上面了 血管相邻 就手术难度就增加 而且静脉血和脑脊液 循环障碍 导致卢内 顺应性下降 和卢尼压增高 所以术前你要 至当应用脱水降龙压药物 但是你要注意 电瘤质的问题 因为这些就是脑脊液 循环和静脉血 出现问题了 因为它这个脑膜 流正在这个位置 它可能跟 因为它本身有很多血运 所以影响了 整体的脑部的血运 影响了脑脊液的循环 所以可能会引起 卢内压的一个问题 使卢内 你看顺应性下降 降低和卢内压增高 第四呢 就是卢内神经受损 因为它脑膜流 长得不为不一样 它肯定是 压迫的症状不一样 压迫的神经不一样 压迫的传导数不一样 所以会出现一系列问题 而脑膜靠近皮层 所以可以引起癫痫 引起癫痫 引起精神症状 所以脑膜流患者 很多情况 第一个可能病发的 就是癫痫 可能病发的 突然这个人都开始抽 以前没啥症状 可能以前就是 有头疼 抽起来了 这个时候你要警惕一下 可能是不是一个脑肿瘤 所以为什么一个 癫痫的患者 你要到医院以后 除了做脑电图以外 肯定还是要你 做一个核磁 就是看你有没有 一些肿瘤的情况 对吧 有没有站位的情况 我记得去一个 去年去西安会诊 那就是有一个姑娘 就已经二十几了 二十六七了 他就是 他说他好几年前 做这个结果 我说那你拿过来看 我一看核磁有问题 有问题 我说这个有问题 这个核磁你又复查了吗 他说没有 就是说这几年 从来都没有查过 就是癫痫发作 我就吃药 我说为什么 这个就明明有问题 为什么不去查 万一要是个肿瘤呢 当然他做完以后 的确是个肿瘤 但是个良性的 良性的赶紧 我说你赶紧去手术 手术 因为他要恶性 早就等不了这么多年了 恶良性的 我赶紧去做手术吧 手术以后 你的癫痫 有可能会好了 有可能会好了 所以癫痫本身是个症状 并不是病因 找病因才是关键 对吧 咱们不得说癫痫 包括精神症状 有很多脑肿瘤的 就尤其是脑膜瘤的患者 他可能是以精神症状为主 但是病人突然 也不要突然 慢慢地变得 要痴呆 要反应迟钝 要不就是像装的是 那种情况 装风卖傻那种情况 你都考虑他可能 可能他就有可能 是个脑肿瘤 而不要轻易地 给他把这个病人 给送到精神病院去了 对吧 送到精神病院去了 发现他 发现他是不是精神病 其实到 之前你首次接诊的 精神科医生 也是很慎重的 他必须要除外那些 除外那些 应该说除外那些 气质性问题以后 才在考虑 他是不是一个 真正的一个 功能性的问题 对吧 所以要除外一个 除外一下脑肿瘤的问题 脑肿瘤的问题 好的 我们看一下 麻醉的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 第一个呢 麻醉 麻醉处理重点在于什么 在于控制他的血压 和他的颅内压 因为本身脑膜瘤的患者 是吧 因为咱们知道 脑膜瘤本身是脑 这是脑部 它里面 这有一个瘤子 对吧 那有一个瘤子 它就是脑内容物在增多 对吧 颅内容物在增多 势必会引起什么 颅内压的问题 颅内压问题 就你外来侵入物种多了 那就 你本来就是说人家这个地方有摘得很好 你突然从屋外进来 进来一个人 那把屋子里有空间占据了 那颅内压增高 颅内压增高 血压增高 所以麻醉重点就处于什么 处理你的血压和颅内压的问题 那保持你的颅内压要稳定 对吧 要稳定 一般是头部取的是30度 就是头高 脚低位 是吧 头高脚低 所以取的是头部要抬高30度 就使你的颅内压降低 降低增加脑部静脉的引流 是吧 颅内压会降低 降低用脱水降入压药物 在分离流体时采用什么 控制性降压 使你的血液 血压不至于过高 如果要是流体分离 因为咱们刚刚在前面讲 因为脑膜流的时候 因为很多的血液特别丰富 对吧 血液特别丰富 所以你在摘这个流的时候 容易引起血液很多 那如果控制性降压 是你血压有所下降 那血流量少 那时候可以什么 有利于手术操作减少失血量 这是你麻醉的注意事项 控制你的血压 控制你的颅内压 颅内压稳定呢 就是你采取30度 30度的一个卧位 同时用脱水降入压药物 而且分离流体时采用 控制性降至血压 所以这个呢 就是几种常见的 颅内的一些手术 是我们的一个 麻醉的处理的问题 这里面呢 就这些情况需要我们的 都是一个熟悉的内容 主义内容 就是包括我们一些 麻醉的一些评估什么这些 这是我们的麻醉的要点 注意事项 这些是我们一个掌握的内容 掌握内容啊 这些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